今天的无论如何 跟大家聊一聊全球化肥价格上升的情况 近期不少国际媒体都报道 化肥的价格和能源价格 尤其是天然气的同时上涨 加重了化肥的生产成本 加上疫情导致欧美矿场和工厂的关闭 以及船运码头的延误 一直无法消化酝酿的问题 被很多人形容是一个完美风暴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搅和在一起 让近期化肥的价格攀升得非常的厉害 突破了历史新高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看看几个国外重要的化肥价格指数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全球肥料原料的供需的状况 这个是北美肥料价格指数 它是基于美国波斯湾尿素价格 美国玉米代价肥 美国区域博的二氧的价格 所计算出来的 在北美市场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指数是从2002年开始统计 这里显示的数据是到今年的10月8号 指数是以2002年的基准点为100开始算的 到2021年的10月8号时的数字 差不多已经接近1000了 也就是在过去的21年增加了10倍 今天这个数字也刷新了08年的指数 是历史的新高 世界银行也有计算肥料价格指数 最新的数字是统计到今年的9月份 来到了129.49点 比起去年同时期呢 上升了68点 因为10月份的整个价格又拉升了许多 所以10月份的数字 肯定是比这个129点来得更高 这个是中国的化肥信息网 它是用文字方式表示 可以看各种肥料 包括尿素 一氨 二氨 复合肥的零售 批发价指数 综合指数等等的上扬情况 基本上到10月11号的涨幅都很大 这个数字也是都很轻易可以找到 这个是波斯湾和中西地区 出厂和零售价的变化区险 统计的种类有氨 妙素 二氨 加肥 还有肖泰氮 从14年到21年的走势 基本上21年10月时 出厂和零售价格上升的势头非常的大 和北美指数相比 2008年到没有出现 类似北美指数观察到的高点水平 显示2008年北美市场和中东区域是没有联动的 反而是如今的市场氛围 让在全球都处于同一个暴风圈内 这个图是世界肥料交易地图 它是由国际肥料协会和民间组织共同统计的 这个地图其实也很直观 可以查询每一年每一个产区的供需关系 箭头指的方向就是需求方 产区和需求区则是使用圆圈黑点表示 这张地图把所有的原料都一起显示 所以看起来比较复杂 如果我们单独来看 比如以氨原料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全世界产氨的国家不多 大概就是俄罗斯 加拿大 西非等地 我们任意去点一条线的话 像这个图里面黑色的框 就表示这条线是俄罗斯供应给摩洛哥 数量是917000吨啊 也就是917000吨 这个图是二岸的交易地图 生产国更少了 比如这个里面又一条 就是从中国供应给日本379000吨的数量 中国是主要的出口国 印度和美国则是主要的进口国 这个是假肥市场 也比较复杂 但主要来源国是加拿大跟俄罗斯 最新的数字 加拿大供应给中国的是332万吨 跟俄罗斯供应给中国的量相比 大概是两倍多左右 所以到中国的假肥 还是以加拿大进口的为主 美国的假肥则是依靠北非和东欧 以及加拿大的来源 这个是统计全球肥料原料的生产国 基本上除了假肥跟那些硫磺之外 氨、一氨、二氨、零氷石、药素和硫酸的出口 中国都是全球生产大国 而且从图上看的话 第一名是第二名的两到三倍的量 美国、俄罗斯也都是原料大国 回到刚刚提到的完美风暴 北美最近也有飓风的侵害 中国也有这个北方暴雨的影响 造成能源短问题雪上加霜 尤其是天然气跟煤矿的短缺 肯定是进一步推升肥料的价格上涨 因为尿素和二氧等原料 都需要这个天然气作为燃料生产 全球疫情随着各国逐渐开放 也准备走入病毒在地化Endemic的趋势 全球还要面临另外一波能源带来的影响 牵动后续的粮食和物价 全球主流媒体也针对未来半年的预估 从能源、粮食层面大致处于负面消息多 且多处于光旺的态度 以棕榈油和大豆来说 东南亚近期棕榈油价格推升 美国2022年玉米转作大豆面积预估激增 可能导致下滑 短期和中期的油料市场轨迫多变 直接牵动和民生最相关的食品价格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